一生宛如地獄使者般的黑色打扮 羅志祥重返小巨蛋 一開始帶來的就是新歌修羅 也是他首次公開演唱 第一首歌結束後 搖身一遍換上黑皮衣 計畫連跨年晚會後 28號他在狼人殺演唱會 擔任表演嘉賓 付出後的第二場演出 現場尖叫聲快劃破小巨蛋 最後一首歌終於摘下墨鏡 羅志祥16分鐘帶來6首歌大獲好評 他深夜在社群發文 打完收工要過年了祝大家新年快樂 2022年一切都好疫情快散 經紀人也透露他過年這幾天會回到花蓮 年後則是前往美國舉行三場商演 而當天演唱會的嘉賓帥氣登場還有這一位 我可以唱一點新歌嗎 一首就好 不會太多一首就好 來 敲髮 讓我們來 身穿卡其色的外套 瘦子光使開口說話就引起歌迷尖叫聲 一共現唱四首歌曲 兩名男歌手接連演出也讓歌迷們一邊看 狼人殺比賽也能大飽耳福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看我的眼神就知道2022年 你要跟我還有跟老虎一樣 很威 2022 跟我一起伸出虎爪 自把世界 2022 讓我們一起像老虎一樣 威風啦 威風啦 十九組大咖親筆祝福 快上TVBS官網搶喔